今天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但是我们要想取得绕落寻整个任务的圆满成功 我认为还有以下的难点 首先是在地火转移轨道快到火星的时候 有一个火星捕获 火星捕获这一点非常关键 而且难度也非常大 必须一次成功 如果不能一次捕获的话 很可能这个任务就将重新调整轨道 第二个就是在进入火星大气减速软着陆的过程 通常叫EDL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完全由探测器自己识别地形避障来实现自主着陆 还有一个风险点难点 就是火星车在从着陆平台上 使到火星表面上开展巡视探测 它将面临着完全未知的环境 比如说是气象环境 如果遇到沙尘暴之类的气象